其实病毒要在我们的体内发作 它需要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要感染的阶段 第二个是要在体内复制的阶段 大家好,我是青王大叔 现在在国内不少地方可能还处于疫情的高峰 这个病毒真的是很麻烦 而且真的跟糖尿病纠缠不清 糖尿病人如果感染病毒的话 死亡率比普通人高八倍 也有不少医生反映说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酮症酸中毒 都是在感染了病毒的糖尿病人身上发现的 因为这个病毒在体内发作之后 容易引起血糖的大幅升高 如果本来血糖就控制不好的话 那么血糖会升高到一个危险的水平 酮症酸中毒是在高血糖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的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国内虽然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很高 10%以上 起码有1亿4千万糖尿病人 但是呢 其中有一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所以在病毒袭来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发生了酮症酸中毒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甚至都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这也有可能是死亡率升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这个病毒的麻烦之处还在于它会不断的变异 比如说现在国外出现的XBB系列新毒株 已经很快的成为了主流 所以我们以后面对的很可能是疫情的长期化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病毒 在我们体内的肆虐呢 一个是预防感染 另外一个呢 能不能预防它从轻症转为重症呢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病毒在我们体内发作的这个机理 其实病毒要在我们的体内发作 它需要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要感染的阶段 第二个是要在体内复制的阶段 这实际上就像是一场攻防战一样 如果我们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样 它可以攻破我们这个防疫的陈防 然后又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体内复制 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对症处理 首先我们接触病毒通过触摸的方式 或者空气溶胶的方式 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这个时候病毒的量并不大 就是刚进来的病毒像是一小股敌人 它要合成刺突蛋白 在我们防御的城墙上找到突破口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我们的细胞上 找到一个叫ACE2的突破口 这个叫做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 如果让这个病毒的这个敌人 找到这个突破口 它就能够刺破细胞壁 然后进入我们的细胞内进行繁殖 准确的说叫做复制 它大量的复制出更多量的病毒 释放出来 然后再不断的复制下去 我们这个体内防疫的城堡就被攻破了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病毒主要是在呼吸道 侵入我们的身体的 但是奇怪的是 我们的呼吸道也好 肠道也好 上面的这种突破口 也就是ACE2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其实是让病毒很难下手的 这种突破口 ACE2实际上更多的存在于 我们的心肌细胞 肾细胞 还有睾丸细胞上 那为什么病毒又在我们的呼吸道上 找到了这么多的ACE2这种突破口呢 这个专家分析 很有可能是我们体内的 所谓肾素 血管紧张素的分泌 出现了异常 这个是我们的身体肾脏 分泌的一种激素 它的作用是封闭毛细管开放 然后升高血压 而与此同时 ACE2就会增加 它是来缓解 这种激素分泌过多 造成的高血压状态的 而导致我们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分泌异常的主要的原因呢 反而是胰岛素抵抗 也就是说根源上是由于胰岛素抵抗造成了高胰岛素血症 然后造成了我们的这个肾素紧张素分泌异常 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个ACE受体的增加 也就是给病毒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突破口 所以早来早去 我们这个细胞被突破的根源 可能还是在胰岛素抵抗上 我们之前学习过人为什么会生病这本书 我们知道造成胰岛素抵抗的原因多达20多种 但是呢 平时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在于我们高碳血饮食 血糖升高之后 我们的胰岛素分泌自然就会升上去 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对胰岛素不敏感 也就是胰岛素抵抗的状态 要知道 我们国内不仅仅是有一亿多糖尿病 还有五六亿人都是属于糖尿病前期 也就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 这也可能说明了 为什么面对病毒 我们有这么多人的抵抗力都如此的薄弱 因为我们的体内已经存在了 好多这样留给病毒的突破口了 所以呢 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我们正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把我们饮食中的高碳水部分 把它降下来 降低我们血糖升高的机会 降低我们胰岛素抵抗的机会 就可以提高你对病毒的抵御力 当然病毒侵入我们的人体 甚至复制之后 只要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强大的战斗力 我们仍然是可以把它抑制在萌芽状态 顶多也就是个轻症 那么这些情况下 我们补充足够的营养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也就是更加的重要了 这个之前我们也都介绍过 我们应该增加我们 维生素C维生素D 还有芯片 蛋白质的摄取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为自己给病毒作战的军队 增加更多的力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清华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空抗